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责人潘志勇发布案指 Nubia是马荣式企业 虽然最后秒删该微博 可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蓝猫很好奇 明天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就要召开了 蓝猫先为各位捋一捋有什么看点 软件方面 iOS11极有可能在大会上发布 甚至苹果已经将 运用商店内的32倍运用下架 可见苹果对64倍的 iOS11抱有多大的期望 并且方面 既传iPad的Mac都将有大规模的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的智能音箱也有可能借此机会发布 作用和定位都极为类似微软的小蜡智能音箱 看来两大剧头将在智能扎机上有一场恶斗 不过懒猫喜欢 毕竟凭微相争 消费者得利 好了 节俭又拉风 咱们明天见咯